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2月6日 已經是 星期三 今天這次也是突發 因為 目的是昨天才調低中國政府的信貸展望評級 去到負面 今天再來 再降香港的評級展望 由穩定下調去到負面 但是確認香港的AA3長期發行人評級 目的指 下調評級展望是負面 主要反映目的對中港之間的緊密的政治 制度 經濟和金融聯繫的評估 目的表示 香港的長期發行人評級是AA3 教中國是高一級 主要反映 這個目的對香港信用優勢的評估 包括富裕兼具有競爭力的經濟 巨大的財政和外部的緩衝 以及有效的貨幣和財政政策往績 相信這些優勢 將會繼續為香港提供 顯著的抵禦能力 以應對內地長期負面趨勢的衝擊 包括人口信足老化 內地經濟結構性放緩 主要反映 目的表示 香港本土貨幣上限 維持在AAA不變 和主權評級有三級差距 反映香港政府對經濟的影響不大 財政政策可以預測兼保守 經濟監管有效 外部狀況強勁 抵擬了政治風險 外部狀況強勁是什麼意思 這句值得可圈可點 香港外幣評級 上限也維持在AAA 和本幣評級一致 反映香港高度政策的有效性 和開放的資本漲 澳門同時把澳門政府的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 中國 香港澳門也被評級 下調至負面 實際上負面了很久了 目的這個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 網圖 抹黑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 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 連香港澳門也不放過 我們覺得這件事不可以忍了 目的之後 我猜標準普爾 和惠宇 都會跟著動手 他們幾乎是三為一體的 這些 就是美國 壓制中國的三寶 是不是 實際上不是 目的可以說 在三個評級機構之中 對中共是最親近的 甚至乎 你當目的是北京的走狗 也不為過 為甚麼 因為早在今年年初 目的已經把美國的信貸評級戰亡 又穩定 降到負面 然後美國 曾經有些懷疑巨惡出來串他 他說美國 如果也負面 那麼跟著美國穩食那些國家 是不是全部都要破產 他一句說話 即時串到目的一動都沒有 實際上 美國人很流行評級 甚麼都評級 問題呢 評級有標準 你有根據的嘛 目的 有沒有派人 在中國 收集 樣本 數據 情報 其實是沒有的 所有東西是由中國政府提供的 所以 現在這本數 即是目的所說的甚麼評級指望 只是 根據他 在這個公開的資料找得到的 而是中國政府一盤假象交給他 而他就根據這盤假象作評級 那麼你認為 這些評級數據 可不可靠呢 當然是不可靠啦 我們現在就這樣看 連這些自己有 目的是自己有來的 北京狗來的 都已經要評級了 即是說 中共 這盤假象已經再做不下去了 已經被人看到 你連做假象也沒辦法做得漂亮 所有人都要被迫 下調所有的評級 即是想幫你也幫不了 你有沒有搞錯 你 就告訴別人 像那些騙照 網上就說 跟別人相看 別人約你出來 你也不是那一回事 你一個當然是四個 有沒有搞錯 你的衣服也穿不下 一眼就爆了 你還說你是那個人 不是吧 這是完全不合理的 那麼 我們看到 香港當然因為你跟大陸的關係更緊密了 剛才我說了一句說話 是可圈可點的 就是外部狀況強勁 什麼叫外部狀況強勁 大家知道嗎 全世界經濟都很好 尤其是 圍繞著香港 以及 大陸的地方 包括 東邊起 日本 南韓 然後台灣 然後 下面的菲律賓也好一點 馬來西亞是一般的 新加坡很好 越南很好 這些地方發大大 柬埔寨當然是很糟糕的 緬甸當然是很糟糕的 因為這兩個地方太親近中國了 緬甸、柬埔寨 所以注定死路一條 逢是黏著中國的 好像當年跟蘇聯一樣 也是死路一條 逢是 跟著美國 也是有運行 所以香港 你黏在大陸那邊 你搞國安法 你要 就是要捉美國佬 在美國的梭子之下 搞顏色革命的人 那就是 玩完了 自己自著於天下 這個世界是美國的世界 我們要說一說 既然 現在美國佬那麼不惜台舉 香港 是不是進行反擊香港政府 我認為一定是 有沒有能力反擊 有沒有資本反擊 我們要計算一下 我們要評估一下 香港有沒有能力跟美國的反面 有的 答案是有的 為甚麼呢 我們絕對可以 因為中國跟這個 伊朗很好朋友 大家記不記得伊朗是怎麼上台的 1979年 1979年 當時他們爆發伊斯蘭革命 推翻巴列為王朝 伊朗的革命衛隊 包圍美國的領事館 企圖要衝進去 結果美國頂了一段時間 然後 領事館的人 都走了 當然這件事演變成伊朗人治危機 我認為香港可以照版主管 就彭主 香港 警察 200多人衝進去《蘋果日報》裏面 大肆搜羅證據 去抓肥佬黎的時候 動用的警力 我認為 香港警方有3萬兵力 只要把那些兵力一調去 包圍美國領事館 攻進去 將裡面的人全部抓住 絕對可以像當年的伊朗人治危機一樣 逼美國政府就範 到時美國政府就不能裝鬼裝馬了 因為香港那麼小 沒有得像當年德克蘭那樣 躲在 哪個地方 躲在加拿大大使的家人 沒得躲在家人 加拿大大使抓了 香港現在 政府有這樣的能力 攻進美國領事館 將裡面的人全部拘捕 不用當場政法 只是要美國政府 首先 解除對香港特區政府的制裁 李家超 林鄭月娥那些 全部要解除 對所有法官的制裁全部解除 否則我們就殺人質 如果你不解除 我們一個小時殺人質 就像哈馬斯一樣 我相信 美國政府是必定會就範的 因為他沒有 他沒有像以色列那樣可以派對軍隊進來 所以 不用怕 阿爺在大廳 儘管做 況且你們 有哈馬斯經驗 李家超常常去訪問中東 訪問中東 肯定 去過卡塔爾 去過 阿聯酋 一定可能是會見了哈馬斯的領袖 到時吸收哈馬斯經驗 甚至乎叫哈馬斯來幫忙 對付美國佬他們追在行 在香港綁架一堆美國人 保證 美國政府會投鼠忌器 到時香港就搞定了 即使 還有什麼目的 標準抱怨 立即把香港的評級加到跟美國一樣的AA加 然後強迫美國公司來投資 派人包圍摩根士丹利 高盛等 總部 全部 把他們的高股 挾持住 強迫他們來購買港股 這樣做 香港就能翻身 是不是 你們先做一下 他們說養兵千日 庸在一朝 現在正正是國家需要你們的時候 你們不搞一場大龍鳳 怎麼可能要逼到美國呢 現在美國還說要取消 香港 那個 貿易代表處的地位 是不是 這個很重要的 到時香港要加回大陸的關稅 你知道不可以這樣做的 這樣很嚴重的 所以 這次你們一定要出手 我覺得 現在的美國領事館 兵力不是很強 以你們三萬警力 絕對可以供進去 就算供不到他們 就搞圍城 包圍他們 斷水斷糧 關上他們的電 然後用互聯網車去供 去干擾他們的互聯網 截他們的水電 保證他們 沒多久 熬不到很多日 領事館沒有那麼多糧食 熬不到很多日 很快就投降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問題 你也不用怕 美國會派軍艦來干預 不會的 我們有解放軍 你要相信他們 解放軍的強大兵力 我覺得 香港政府 是時候為祖國分力 好嗎 香港有沒有救救呢 靠你們 如果你們 真是付諸實行的話 我第一時間 感謝你們 第一時間將你們這三萬警察 鋒為英雄 偶像 當然 這些事情有一點點風險 美國生氣出來派海拔來 如果 我們可能會輸 可能會打輸 不 沒關係 為了祖國 值得 幫忙 立刻包圍美國領事館 搞多一次伊朗人士危機 我們先說這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 欣賞廣告 現在12月我們推出了一個優惠套餐 凡是第一次 支持我們 訂閱我們Patreon的朋友 可以用1.99美元 就訂閱了 大家聽得開心的話就繼續訂閱吧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的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總共有六大優點 可以大家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O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快 速度也十分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理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流浪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理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下吧 消息 駭瀊